大家好 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繼續給大家帶來攻略 元神4.6 封單全寶箱讓我神童 一條龍全收集舊日之海諾托斯區邪律上的永續 是為了舊日與明天遲來的歸鄉他的 生命在那邊超越時空的空想 佩特立可證神童3寶箱15 我們這期視頻是 4.6版本的新地圖啊 佩特立可證 以及這邊 這個叫舊日之海 有地下區域啊 隨下去域的 一個一條龍全收集的食品 那這邊是 這個 前置分批啊 也就是 那個前焉分批啊 前焉分批的話 你什麼都不用做啊 那這邊還是 挺簡單的 神像也在這裡啊 順手就能開 那我們就不單獨開神像啊 這裡我們就直接下一批開始 好那我們這批開局來到這個 這個 它自動開啟的這個矛點啊 這個矛點的話我們要做完 魔神任務的第3章第2的模啊 魔神任務第3章第2的模啊 它這邊會自動在地圖上開啟這樣一個矛點 那我們來到這個矛點之後 正前方這邊去把 神像開一下線啊 先把神像先把地圖打點亮 好這邊點亮地圖 先把視角轉到北方向地圖上方 這邊有一波吹吹人 好我們來新下怪 好那我們切換怪之後 來拿到這個 精緻的寶箱 拿完自己補完之後 在我們的東方向地圖那邊 在對面有一個 限死挑戰 這裡我們直接游過去 好過來我們點擊開啟挑戰 跟持水威力 注意啊特別注意不要像我一樣啊 欸欸為什麼啊 好這邊挑戰完全出現一個寶箱來拿到這個精緻的寶箱 然後這個寶箱塗頂上一顆神通給他撿起來 撿起來這個神通之後我們再往東方向地圖一邊啊 東方向地圖一邊低頭在這邊這裡 跳下來這裡有一個 是 這個怎麼描述啊一個殘緣斷壁 在他的底部 往前走啊 他底部 下來 這邊底部這裡有一個精緻寶箱 我們來開啟這個精緻的寶箱 拿完這個寶箱之後我們再把持久轉到西方向地圖左邊 這邊側裡走進去啊 這邊有山洞啊從這山洞走進來 走進來這邊是這個解密 我們把這個 好掏出一個盲性屬性角色啊 把這個給他點一下 好接著在對面啊在前方一個 盲性屬性的這個 能量樁 用荒性屬性A一下啊這邊寶箱解鎖拿到這一個 金字寶箱 拿完這個寶箱我們再從西方向地圖左邊這邊走出去 好這邊走出來 走出來之後我們再回頭 回頭 在我們的背後東方向地圖邊這邊上面有薄荷我們去到那個薄荷的地方啊 好那來到薄荷這裡再往北方向地圖上方這邊走 這邊走過來在這棵樹啊這邊這棵樹這棵薄荷旁邊這裡有個挖掘點擊挖掘能拿到一個金字寶箱 這裡如果你沒有出成就你不要急啊 拿到這個金子 然後這個寶箱啊 如果沒有出成就不要急 這裡我是補路的啊 那在 這個地方有四個挖掘寶箱全都拿完之後會出這樣一個成就啊 請你別著急啊 那我們拿完這個寶箱之後我們再往高處爬一下 往高處爬一下在旁邊那個房子頂上有一個 呃有一個有一個寶箱我們爬到這邊跳過去 好那我們再回頭 這邊在房子的房頂有一個棋繪寶箱 拿到這一個棋繪寶箱然後在我們的西方向西方向地圖左邊 這邊這個房子的二層 二層 這裡有一個普通寶箱 好飛過來拿一下 拿到這個寶箱之後啊 在西南方向地圖左下角 對面這個房子的 這個也是房頂啊 這裡有一個 水神童 這裡我們跳過去 好那拿到這個水神童在我們的南方向地圖下方 在這邊那個房子 這邊那個房子的 呃 這一側另一側啊 這邊這一側啊這裡有一個普通寶箱啊這裡你們自己 可以注意一下我的 呃這個怎麼說呢 呃我的 我的視角啊 注意一下我的視角啊 這裡一個普通寶箱給他撿起來 撿起來這個寶箱之後在我們的西方向地圖左邊這邊跳下來 這裡的話有一個 光標 這個樹的底下有一個光標 這裡我們點擊死取 拿到一個隨處 隨處可見的樹枝 拿到這個 隨處可見的樹枝 然後在我們的 西方向地圖左邊 這裡走下來 這裡又是一個光標 這裡撿起來 然後西南 這個西南方向地圖左下角 這邊那個房子旁邊 這裡就是一個光標 把這個光標給他點擊死取 那死取到了之後我們再往西北方向地圖左上角這邊 任務啊 小地圖上 小地圖上任務的地方 這裡走過去 過來和這邊的NPC 好這邊對話完把這三隻怪清掉 好的那我們這邊 對話完之後 點擊任務追蹤 這裡我們跟著任務進行走 好那這邊對話完之後我們這邊對話完之後 我們再往東南方向地圖右下角這邊過來把矛點開一講 開了矛點之後東方向地圖右邊這邊往前走 這裡 這根柱子上面有一個水神通 好我們爬上去拿一下水神通 好的拿到這個神通 再往南方向地圖下方這邊往前飛 前面有一個限時挑戰 好這個挑戰跟著吃水味力 好這個挑戰跟著吃水味力 這平台會移動 所以這邊這裡很容易掉下去啊 所以這邊這裡很容易掉下去啊 這邊過來跳過來 很容易掉下去啊 自己注意 好跳上去拿到這個金子寶箱 然後這個寶箱 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 這邊這裡有三個 水量監測的裝置 好跳上去拿到這個金子寶箱 好那在 這個不會移動的這個水量監測 裝置旁邊這裡有一個水種子的監測來 站在水裡面把這個 把這個什麼 水環給他弄出來啊 弄出來之後我們看到另外兩個啊 另外兩個然後 位置差不多 我們這邊點擊移動然後過來把這兩個點亮 然後那個也會過來 好那上個儀器點亮之後這邊會出現一個金子的寶箱 開啟 拿到了這個寶箱我們再往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這邊走 浪傳矛點這方向 這裡游過來 來到浪傳矛點這裡 這邊這裡有一個挖掘 點擊挖掘 然後挖到一個 金子寶箱啊可以順手開啟這個浪傳矛點 好那拿到這個金子寶箱之後我們再把石條轉到我們的西北方向地圖左上角在對面那裡有一個 那個叫什麼副本 去到副本旁邊啊 副本旁邊我們能看到一個 盲性的荒性的儲物箱 裏面是一個寶箱 裏面是一個寶箱 好又過來我們把這個 荒性的儲物箱給他 打碎 拿到這一個七櫃寶箱 拿完之後我們再過來開啟這個 副本 把副本開一下 好那開完了副本 在我們的北方向地圖上方 這裡我們繞一下北方向地圖上方 這邊這裡 岸邊有一艘 擱淺的小船 在小船船頭這裡有個調查點位 到這裡我們點擊調查 然後旁邊會出現一個挖掘 我們點擊挖掘 點擊挖掘會出現一個金子的寶箱 拿到這一個金子的寶箱 這裡的話和這個調查沒有關係 在地上晃一晃就能看到 這個 挖掘 挖掘點 挖掘拿到這個寶箱之後 西南方向地圖走來講 這邊是三個 三隻怪 我們來清一下 來清一下 好那我們清完塊之後來 拿到這個金子的寶箱 拿完這個寶箱之後 打開我們這個地圖 我們回到副本 這邊副本門口 剛才開的這個副本 回來之後往南方向地圖下方 任務指引的方向走 然後把這隻怪給大家清掉 將一過來 然後把這隻怪給大家清掉 好這邊我們對好完之後 對好完之後在我們的對面 南方向就下方 這邊能看到對面有一個墨傑草 我們跳到墨傑草的那個位置 好在墨傑草這邊有一個挖掘 點擊挖掘 出現一個精緻的寶箱 開啟著一個金 好那開啟這個金子寶箱 拿完這個寶箱之後 我們再回頭 從這邊的這個 水池中央往這裡挖跳 準備進去 進來然後 這裡跟著任務指引 穿過這個暗流 隨波逐流 好這邊過來之後我們再繼續跟著任務指引 好這邊過來之後我們再繼續跟著任務指引 來游出水面 過來開啟這邊 對好完成我們來開啟這個 矛典 開完那個矛典之後我們這第1批就到此結束 好那我們現在在這邊是3個矛典 15個寶箱 沒有仙靈 兩個限時挑戰 在我們背包裡面現在是3顆神通 好那我們就下一批再見